今次跟大家介紹的是 Leica APO Summicon 75mm 2.0mm AS Bridge鏡頭 Hello 大家好 我是M&K Camera的Fanky 今次跟大家介紹的是 這支其中的一支 75mm Rangefinder鏡頭 其實數回頭 75mm可以數的不是很多支 例如最常見的75mm 1.4 接著就到這支了 75mm 2 還有一支就是75mm 1.25 那麼多支裡面 其實這支最特別的地方 就是它輕和細支 你看到它是很細支的 還有一個內置的Building Hoop 這個激光罩是內置的 還可以鎖住一些不會移進去 解鎖的時候扭轉 放進去就可以了 這支是細小輕 還有它是有APO的設計 APO大家都知道 我們看過我之前的視頻 都有印象 APO是一個低色深的設計 對於影像質素 是有很大的提升 這支鏡頭 這支鏡頭除了有APO的設計 還有一個叫做AS-Pitch 這個AS-Pitch 其實就是一個非球面的設計 令到邊緣位置的失真也會減少 其實這支鏡頭 這支鏡頭的設計 跟真實看的非常非常接近 效果是很不錯 再者就是 剛才提過 它70mm 屬於一個中長距離的焦段 會比50長一點 也不會太難對 用Range Finder的時候 對焦不會太困難 因為可能90mm 有時用Range Finder去對的時候 會難對得準 而75mm相對來說 會比較容易 當然 如果要求很準 用Live View 即實時取景 效果是最好的 這支鏡頭這麼好 我特意找了我們的攝影師Lawrence 去試一試 效果是怎樣 現在親自去 Lawrence 喂 喂 你剛剛找來幫忙 出去拍這支75mm2 你的感受是怎樣 首先我們經常拍照 戴著鏡頭和相機 最重要的是重量和大小 這支鏡頭75mm 非常小 還要大光圈 二光圈有這麼細 其實我一天揹著鏡頭 最小光圈的 是嗎 75mm 都有的 2.4 2.5 二光圈 全開光圈 刀衣 還有細枝 我一天揹著 在我旁邊 可以做齊所有的東西 多帶兩支鏡頭 一支YN稿 一支中焦 就夠了 YN稿 或者35 50 加一支75 全部 又有拍風景 又有拍鋁 又有拍鋁 又有拍長焦 它帶頭的 三支的一部機 夠了 說了那個 代注方面 對 質素方面 對 這個重點 APO加ASPH 兩樣都有 謝謝 對 我也說過 代表什麼呢 你感受嗎 Sharp 結實 會不會太生硬呢 那又不覺得是 因為呢 如果我拍一些帶頭的 其實我有時都要一些Sharp 一些東西 例如一些我拍的模特兒 或者是我出來做job 去做上寶 去電腦看 其實那個要求Sharp 其實都是一個重點 你說 我有時拍的那些 我的女朋友 不是那麼漂亮的那些 Sharp 一點沒有所謂 是 但是一拍一些模特兒 一些出去 真的要交功課的東西 專業的東西 專業的東西 Sharp 是很重要的 很重要 這支鏡 是給到那個Sharp 結實 通透度 給到 但是 會不會生硬呢 因為很多 其實 這支鏡要拿一個平衡的 是 譬如說你很Sharp 但是 就會 好像有些假 有些膠 是 但是這支會不會有 這樣的情況呢 我覺得 拉卡鏡不會有一些 很塑膠人的情況 就是一些塑人 哦 立像館 對 那個皮膚質感 不會出到一些塑膠人出來 始終那個色彩還原到豐富 還原到皮膚的顏色 那個白鋁透紅的通透度 可以出來 是 譬如說 它有ASPH 那邊緣的塑真 你又怎麼看呢 這件事就真的很重要 如果有時拍一些風景 拍一些 摩托旁邊有些位置 其實都很重要 其實這支 因為有ASPH的幫助 我覺得 那邊位 由中心至邊緣 都是很高的 還原度都很高 這件事 我想ASPH的幫助性會很大 幫助這支鏡的 那個 拍出來的效果 都很大 你說拍出來 中間清的 側邊緣了 的 邊緣都不塑膠 有時交貨 是交不到的 明白的 對了 那你譬如說 你APO其實是一個 低色滲的設計 那譬如說 你有沒有拍下其他 高光位 或者類似的情況 它應該那個 反映出來的效果 是比較明顯 高光位 和那個 暗位 我覺得這個過度 是很順滑的 這支鏡 還有不會說 散 因為你說APO 有些不同顏色 紅黃綠 紅藍綠 是 濺了邊 濺了邊 三隻顏色 都不是同一個焦點 就會有些散散的感受 這支鏡絕對是沒有這個問題 所以這個APO是真正的 所以APO加ASPH 集合這支鏡 這麼細緻 真的可以幫助到我們 做到很多不同的拍攝工作 OK 那我日後借這支鏡給你 你拍到天黑才回來 我明天才回來 打算遮蓋過夜 那有沒有想看 有 對了 那我們現在去看看 好 未必算是 有請 不分享 諮詞 等於是 大腳 準備下一個 小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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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во 如果對我們的相片有興趣的話 可以親自來到尖沙咀或者是旺角的門市去看一看 順便可以去體驗一下鏡頭的感受 如果你欣賞我的影片 希望你給個讚好我 以及訂閱我們的頻道 多謝大家收看,下次再見